在主角未走進來之前已經走進了 容許我用少許時間介紹一下自己 認識我的朋友可能知道我是做G.com 我是一個香港的第一代做網絡的人 最近這四五年我多了很多身份 我的身份 range from 謝霆峰的友人 謝霆峰的助手 試過有傳媒說我是謝霆峰的司機 我多了很多這樣的身份 其實我真正的身份是 謝霆峰現在走這個風味 今天叫做風味人生 我猜我算是他在風味人生這條路 和他一起走的一個Cale Fair Cale Fair就不用再說了 我今天除了是這個大會的主持之外 其實我相信沒有人想看我 不如我們叫我們的主角進來 Cale Fair出場就會死的 謝霆峰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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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謝謝 歡迎各位今天來到這個創科博覽 我也非常榮幸可以在這樣的空間 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想法 但在開始之前我想事先聲明 我不是一個科技的專家 但在我日常的生活中 日常的工作中 我會看到很多不同領域的科技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現在做的事 我日常的工作是分三類 有美食一類 有影視一類 有音樂 我們從音樂開始說 因為我入行的時候 我更是一個歌手 其實暫時已經有二十年了 二十年前我入行的時候 我是一個專注唱歌、錄音 做音樂的一個人 我們做音樂會接觸到的科技 我們有台、有燈、有聲音 我們在台上有很多機關、很多Laser、Mirror Ball 很多不同的Appliances 我們最主要在錄音室 會觸碰到的一些科技 譬如我們有Microphone 有Loud Speaker 我們有Mixer 很多不同的科技 我剛剛開始錄音的時候 還是Analog年代 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 什麼叫Analog年代 就是那時候是用大大的錄音 就是我們唱了一句 如果萬一是想Edit、接駁下一句 後面是有個Engineering的哥哥 是需要拿刀片 這樣去壓斷那一頂 那一頂沒有那麼大 然後才可以再接駁上去 以前錄音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很嚴肅的一件大件事 因為你需要很多人去做那件事 你的Producer要花錢 你寫歌、作曲、填詞要花錢 你歌手要花很多時間 然後有很多Engineers 公司要付出工作費 其實是一件很嚴肅的事 就不同現在 現在錄音是很方便的 基本上誰都可以錄音的 你唱得鎮定了 我幫你拉回弦它 你弦了 我幫你弦回弦它 你弦了音嗎 我幫你按鈕 叫Auto tune 基本上You're okay 真的方便了很多 所以現在這個Digital年代 是真的不同 可能甚至乎很多人會覺得 為何這個歌手 他唱Live 和他的唱片 是有那麼大分別的 Maybe that's why You know OK 然後由這個歌場 我大概是22、23歲左右 我就 move on to 更專注去拍電影 在影視方面 雖然我接觸到的科技 又更新 又更多 我們有很多camera 有很多gips 有很多cranes 有很多後期 有很多充塞 當時我們拍戲 都是analog年代 當時在飛臨 所有飛臨都是 阿達富士的400呎 或者是800呎 有些是再大一點 可能是1000呎 要上摩達 很貴 以前拍戲很嚴肅 我覺得現在可能是輕鬆一點 因為以前拍戲 老闆知道的 長租要錢 燈油火納要錢 演員要錢 script 劇本要錢 導演要錢 爆破要錢 機器租要錢 每一格飛臨 那個年代好像是 兩個二至兩個半銀子 一格 你們可能不明白 我這個概念 是甚麼 但是我們看實時的 一個film 我們的眼睛 我們人是 習慣了24fps 是每一秒 其實我們是看24格的 film exposure 為之一秒 當我們拍那些超級高速鏡頭 譬如說這裡有爆破 這裡有一滴很漂亮的露水 跌下來的慢鏡頭 或者是我被人一拳打到臉 那些超級高速鏡頭 那些超級高速鏡頭 可能有三百格 五百格 一千格 你想想 每一秒 就是燒這麼多 兩個半的一格飛臨 一秒 五百格 三百格 你說那些導演 那些老闆 多麼醜 所以在現場 以前我們拍攝 analog 年代的電影 通常如果是 我被人打 然後很醜 跌落地的鏡頭 那些氣氛 如果是 林超然 我們有 Benny 一些大導演 演場應該會是這樣的 喂 後面靜靜 第一次拍戲 停檳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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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是 我不緊張的 被他問完三次之後 我就很緊張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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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這樣 但在同一個情況 換去 Digital年代 因為現在Digital 是走Memory Card 那你不用飛這麼多飛臨 你即使飛到一千格 It's still a memory card You can actually erase it and reuse it Right 所以同一個情境 喂 後面幫幫忙 不要走 停檳行嗎 好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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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好 停檳總拳 是 是 是 沒有 切 沒有 切 繼續拍攝 中多一次 好 中到我滿意為止 我心想 中拳中到你滿意為止 這麼少 Anyway 現在就是 現在就是 Analog 年代 去到一個Digital的年代 所以確實是 方便了很多 我們接觸的科技 就是由菲林 去到Memory Card 現在是Alexa 去到RED 去到很多很新奇 It's quite astonishing what we're getting in the film market 但原來 要拍攝一部成功的電影 除了你要有很充分的前期 的籌備 你的劇本 你的導演 你的演員 你的景 你的 costume 你的梳頭化妝 你也要有很強大的後期製作 我很小時候就明白了這個道理 所以那時候我又做音樂 那時候是做Viva 做遊樂場 做潛龍蜜用 做肉蝴蝶這些MV 我一拍完這個MV 我就會到處跑來跑去找 有沒有人 可以幫我做這些 歌的MV的後期 我的肉蝴蝶 那個卡拉OK的字 可不可以再立體一點呢 我潛龍蜜用那個Graphic 可不可以再不同一點點呢 但是 我到處去找人 幫我做後期的時候 我大部分得到那個 得到那個反應 真的嗎 是這樣的 你想做這些 香港不行的 你不如去泰國找誰 會好一點 你想做這個 香港沒有的 你去澳洲 找那間什麼 會好很多 香港不行 香港沒有 那時候我是22、23歲 你知道吧 這個年青歷狀 反叛期間 你跟我說香港沒有 香港不行 OK 我記得那時候 剛剛 剛剛存夠錢 去買我第一間 樓的首期 在西環 我就按了那棟樓 去開了一間後期公司 叫做PO朝廷 我就一心想著我可以 學好所有世界最頂級的 後期製作科技 我要引進入香港 令到沒有人 可以再跟我說 香港不行 那我就 開設了這間公司 誰知我做了三年之後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由analog 轉去digital 我進入的機器 全部都是 Millennium Henry Online, Offline, Autodesk 我進入了很多二手 亦有很多新的東西 很貴的 機器很大 全部都沒有用 因為變成Digital年代 沒有人再用 富士或者Order的菲林 因為現在真的用一張 Memory Card 那Anyway 那個過程是 又虧了很多錢 又有很多時間 Anyway 我就一直堅持 一直熬 兩年 四年 六年 八年 我們有沒有不斷地進步 我敢說 有 但是你有沒有做到 真是我學了 荷里活最厲害的科技 全球最先進的後期 其實我們沒有這個機會 我們的project size 本身就沒有這麼大 我們的電影市場 也都沒有這麼完善 一直熬熬 熬到十年 熬到十一年 十二年 在前兩年半 我認識了 Digital Domain 數字王國的CEO Daniel 謝安 當DeeDee跟我說 他想收購我們 想這樣去 merge 你合作 其實我的心 是很 我是很矛盾的 因為 因為 這一間 自己親手建立的公司 我真的做超過了十年 如果我這樣 就交了給別人 我不知道怎樣 當時 但是我很快地提醒我自己 我開始這間公司的初心是什麼 我就是希望 我希望 可以引進到 世界最好的後期科技 進來香港 我希望我們要認識 我們現在 每年花這麼多時間 這麼多錢 去拍攝的電影 我們要認識 沒有人可以再跟我說 香港沒有 香港不行 所以好 我們就合作 我猜不到在短短的兩年 真是透過DeeDee給我們的機會 我們是 接觸到多很多 一些真是荷里胡級數的大片 例如 《速度預激成7》 甚至乎上一次 Jay Barton 一個很資深的後期工作者 去到北京去做廣众 我自己也有去聽 我們是多了很多這個機會 甚至乎 在去年 如果大家有留意 巴西Rio的奧運 我們是 整個奧運裡面的 VR和360的 獨家製作公司 Thank you Dary 而我們的Jimmy老師 是 發明了 現在市面上 其中一個最先進的 360度鏡頭 VR鏡頭 它叫做Zeus 它身上 有八個鏡頭 每一個都是75fps 可以輸出8K resolution 做Live Streaming的時候 可以做到4K 這個是很驚人的數據 它每一個鏡頭 是會適合AUTO STITCH的 如果不明白AUTO STITCH的朋友 譬如說 八個鏡頭 一個 她瞄準或者是攝錄的角度 是這裡至這裡的話 這個鏡頭攝錄的角度 就是這裡至這裡 而中間那一條縫 它是懂得自動地去 令到它無縫連接 因此360度無死角的一個360鏡頭 我們多了很多這些機會去 觸碰一些新的技術 可能有了這個東西 可能再過了兩年 我們CCTV未必需要 全國有幾百萬部鏡頭 可能就幾個這些 一個放在會展中間 就360度看完 I don't know But anything is possible now So,我們多了很多機會去接觸電影 去認真地了解後期 I'll go on, Billy, sir Thank you 我不敢說我們現在真的認識了 But we're learning We're getting there 好了,講完音樂 好,講完影視 第三樣是 這幾年我花了最多的時間去研究 去學,去練 幾樣東西就是美食 為什麼會開始這件事 我和Derek 因為其實很純粹是我們很喜歡吃 所以我開始了一個這樣的表演 而透過這個表演 我發覺 我們國家對食的需求 和食的要求 是不斷很厲害地上升的 但是我們對美食的知識 和食品的安全 其實可能跟不上 現在這個年代 尤其是我們開始可以普及化 這個網購食品的時候 我相信這個食品安全 和我們食品的知識 就要有一個很堅定的品牌 你去撐腰 我希望,我們都希望 封味這兩個字 可以在不久的將來成為 一個大家可靠的 一個美食品牌 所以我們很努力地去做封味 可能我希望在封味平台 賣的走地雞 真的可以在腳上有個環 有個QR Code 你買那隻雞之前 你真的可以數一數它 咦,它真的走過三萬步 這樣對我來說才叫做走地雞 即,we have to know what we're eating OK 還有很多這些很變態的例子 不過我就不說了 在美食裡面 會接觸到的科技有很多 大家對很多都很熟悉 一個廚房裡面 你會接觸到的微波爐 焗爐 蒸爐 暖水壺 有多屎爐 我還有一些比較奇怪的 可能有些Pacojet 有些Dehydrator 有些Sulfid Machine 有些Centrifuge 有些低溫烹調的東西 有些Vacuum Pack Machine 數字不盡 有很多Hand Blender 有些Tabletop的Mixer 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技術 不同的技術 那些是Tabletop的東西 有些東西都提供了 裝飾 有些東西都提供了 有些東西都提供了 但我認為 我的真正問題就是現在的問題 問題就來了 在這三個這麼大的category裡面 這麼多科技 沒有一樣東西是來自於香港 Right? That's a bad picture We have nothing Nothing 音樂 我們錄音 由headset 去到mic 去到mixer 去到48 track的studer 去到所有東西 You know, speakers, everything 很多samples,很多apps Nothing is from Hong Kong or in fact, nothing is Chinese Now isn't that a problem? That's a big problem 有很多是日本的 有很多是德國的 有很多是美國的 有很多是澳地利 有很多是澳洲的 但是沒有我們的東西 I've never seen one and it sucks 拍戲 我們叫我們自己做東方Hollywood 我們每一年 由movie generate的錢 是二百多億一年 但是, technology-wise 我們沒有支援 我們沒有支援 我們這些機 I think ARI 或者是RED 很多美國 很多德國 KinoFlow 很多不同的apps and software it's everywhere it's everywhere it's everywhere but Chinese especially Hong Kong you know we have nothing 美食會好一點的 因為美食我們有幾個 有幾個國企是 you know, really going strong I know higher is really you know, going strong but Hong Kong we don't have nothing we don't have nothing and to me that's a that's a problem 是一個問題來的 為什麼 我們花十秒 去想一下為什麼 I think I just think maybe it's because 我們炒的太厲害 我們炒股票很厲害 我們炒地產很厲害 我們連個二手袋 都可以在米蘭站炒到上市 我們怎麼會研發 和花很長的時間 去投放在technology 我們太清楚 我們現在國家 有十幾億人口 每人只需要給你一元 你都發財 亦都是這幾年 最多人跟我說的一個概念 你不用想那麼多東西 不用的 你又每人給你一元 你都發財 你都發財 You can't think like that 你不可以這樣想 那些東西 那是之前 以前可以炒一炒 賺個快錢 現在這個時代 不行 你要研發 You have to make something your own You have to be creative You have to be original 現在世界最厲害的幾大公司 沒有一間 是說 你只要把整個改革 全部的 business model 都是原本的 我們這幾年 很流行 二次創作 我们玩二次元 二次元 is fine, it's absolutely fine If you want to play a joke 讲个笑话,开个玩笑 拍个短视频 Have some fun, go ahead, it's cool 但是有些领域 你不可以只是二次創作 You have to go further than二次創作 如果不是有名字,你叫 为什么要二次元 因为看到第二次你就完 你不会看第三次 你有多可会拿起手机 半年前那条短片很有型 让我再重新一次 You won't Because it's just not that kind of content 好像在科技,在医疗 在美食 You can't really二次創作 我举个例子 我昨天去吃了一间餐厅 它有个很正的公保鸡丁 我今早睡醒 我就说 I have an idea 让我做个公保鸡丁 Is that really creative? Is that at all original? Hell no! 而最惨的就是 It's a classic for a reason 公保鸡丁 is a classic 是有原因的 那我个公保鸡丁 又何得何能去打败的公保鸡丁呢? 所以 何必 Set yourself on a path 去打公保鸡丁 You should from the start Be original and do something else Not 公保鸡丁, right? 我相信一个 一个地方 一个国家 最盛世的年代的时候 它的科技 它的想法 它的软件 它的硬件 是应该遍布全世界 我相信现场有很多 跟我一样都是三十多岁 经历过80年代 90年代的朋友 对不对? 我们当时是 走不掉 日本的汽车 或者家电 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 它们有 Yamaha 有Suzuki 有Honda 有Toyota 有Nissan 有Subaru 有Mitsubishi You go on and on It's just It's never-ending It's all Japanese 你进入一间屋 你会看到它的家电 由 Sony Panasonic Toshiba Mitsubishi Sharp Hitachi You just go on and on It's all Japanese 那我们呢? 90年代尾 突然间 全世界 Everybody was holding Nok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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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from Finland 我们经常都说 你不要拿香港 来跟别人比 香港真的很小 Well Finland 是比较小 In terms of population And they made Nokia So do we have an excuse? No Well after Nokia was not as popular Koichi mih shi gom Koichi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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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 gom The Clash Royale I play it I love it H oh jing gom It's from Finland Tengshun 用617亿 Mai zhong Koichi mh shi gom Mai zhong From Finland What are we doing? Korea 最近的15年 我都不知道 因为我去很多机场 我去很多酒店 我发觉突然间 全世界 everything is Samsung LG Samsung Wow 突然之间 I don't know how they did it but they did it and of course now we have the era of Apple you know everybody's iPhone right I'm iPhone I love it 那我们呢 We need something and we need something fast 如果现在我 找一百个小朋友 十二岁或以下的小朋友 我问他们 你们心目中最 厉害的superhero 是谁啊 这一百个小朋友 都会跟你说 Batman啊 Ironman啊 Superman啊 Wonder Woman啊 The Hulk啊 Green Arrow啊 Yeah sure Minecraft too right the list goes on and on but there's no Chinese Look don't get me wrong I love Marvel Comics I love D.C. Comics But we need something of our own 每个人都真的会说 Superman啊 Spiderman啊 The Hulk啊 Dare Devil啊 Green Arrow啊 我们是没有superhero的 What we do kind of 你可以说孙悟空的 你知不知道 我们的电影市场 在过去的四年 拍了几多部 孙悟空相关的电影 It's It's Yeah 孙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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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孙悟空 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 一个这么大的品牌 这么大的IP 理论上 就会有这么多人看 理论上 理论上 我前一阵去朋友家 他打开电视 射雕 It's perfectly fine 我不是对孙悟空 不是对Marvel Comics 不是对射雕 有任何的偏见 I'm just saying I'm just saying 在我短短的三十几年人生里面 我的电视 不知道射过几多次鸟 But You know It's still 射着鸟 It's fine But Because 我们很清楚 一个这么大的品牌 理论上 就会有 这么多人看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但我们要 新东西 OK We need something of our own 所以 今日 我希望去 叫大家 开始研发 开始投放 你的时间 你的资源 你的想法 因为我们都很需要 我们的superhero 我们都很需要 我们的Sony 我们的Samsung 我们的Apple 我们需要 我们不可以 只是 这里 放个twist 那里 不停 可以了 It's not going to 现在这个世界变得这么快 It's not going to work that way 在我今天来 这个 分享的Session之前 我就去找了 我们非常尊敬的 董建华先生 我就问他 我说 我不想今天 我来到 我是摊出 很多 其实很明显的问题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 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 当然我们最尽心尽力的 董建华先生 就 帮我们找了很多 非常实力红厚的 一些 Funds 去照着我们 现在的这个想法 所以 here is my proposition 我们由今天开始 我 along with 一会儿你们会见到的 很多名字 今天开始 我 along with 后面的 那么多 实力非常红厚的 基金 会开一个panel 去接收 你们的idea 你们的想法 我们的办法 我们一个梦想 一个产品 一步一步 去实现它 我希望我们尽快找到 属于我们自己的技术 在这个时候 我想下去找一下 我们最尊敬的 董建华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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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什么可以再指引一下我们 希望我们在这个年代 survive 大家首先拍手好不好 说得太好了 说得太好了 真的 我本来来那时候 跟我们的总管事 Eva商量了 说些什么 但是他这番说话 激动得我不得了 所以如果你不介意 让我多说 说多几句 首先我想说的 他是我们 每一个年轻人的榜样 你们想成功 向他学习 你们会成功的 为什么我们香港没有这些东西 我想告诉你们 我数过 一些比较成功的城市 或者国家 大概有七百万人 丹麦 瑞士 以色列 那些国家 是以色列 以色列的人均 我们的人均 大概是四万元 以色列是七万元 瑞士 是十万元 丹麦 我想都是差不多的数字 人家真的好厉害 人家真的好厉害 我们自己觉得好厉害 人家真的好厉害 为什么 我亦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像他们 阿里巴巴巴在杭州 七百万人 杭州最近 你要看他们发展 真是不得了 我们每一年 入大学的人 入那家八家大学的人 只有一万五千人 杭州 那天我查一查 不知道对不对 数字大概是五万人 所以有一大堆的理由 为什么我们没有人来这么厉害 为什么我们没有人来这么厉害 那么 这个东西是 从港英时代 一直围绕下来 我们的作风就是这样 为什么呢 我们等市场来告诉我们 要怎么样 我们才去调整 如果不是呢 我们就是 用 刚才你讲的 我们 我们可以炒 可以买 可以卖 我们可以贸易 我们可以什么 这样各样 但是如果真真正正要追求那些 高一个层次的 一个 永远的繁荣 你一定要靠科技 要靠创新 尤其在今时今日的社会里面 一定要靠科技 一定要靠创新 如果不是 靠我们 靠我们 很厉害 买卖 这样那样 最终成功的人不是这么多 是一群人 大多数人都是 留在后面的 所以 林郑 林郑 做了特首 其实她有很多想法 很可爱 所以我要提醒你们大家 多支持她 让她努力 因为这个是一个 整个城市要去做的事 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可以做到 大家要团队在一起去做 第二件事我想跟大家讲一讲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过去十年、十五年 看看全世界发生了什么事 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 因为科技、因为创新 世界变了 一直在这儿变 今天还在这儿变 如果我们不懂得 如何去追随这个变筋 已经超越了它 我们最后又是要输的 那么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所以对所有的年轻人最重要 我们要追求创新 追求科技 追求号技 为什么这件事会这样 为什么这个是这样 我看 你真是很妥忌的人 是很八卦的 很八卦 很好技的人 他会自己去追求 如果我们年轻人不好奇 不去追求是不行的 如果不装备自己 不装备自己 那些成功不是就这样掉下来的 自己去努力的 去学习的 装备自己 装备了自己 你就会有成功的机会 如果你愿意紧紧地铁着那个时代变化 你一直追着它 走在它前面 你会成功的 因为他就是这样做 所以他今天是很成功的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你们会 很多人会觉得 太渺茫了 怎么办呢 他聪明而已 庭峰聪明而已 我不够聪明 我怎么办呢 不是的 你们大家要靠自己努力的 努力之后是做到事的 你们要相信自己才行的 最好的另外一个条件就是怎样呢 如果你看今时今日世界上的大国 其实很成功的大国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你将未来 你比如将将来过去的十年 十五年 将那些比如美国 英国 日本 法国 那些大国 或者印度 和我们中国比较 其实中国的成就是 很特别的 那么 他一创新 在科技那里 他的成功的最大的理由是 他一年毕业的大学生 七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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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 很多很多 是读科技的 是读数学的 是读物理的 是读法学的 嘣嘣嘣 出你 个个都有事做 个个都在推动着 现在出版的那些research paper 那些全世界排名第二了 第二了 全世界最大的公司做research的 用钱最多的公司 一直以来是 Sony 好像还有Samsung 你刚才说的 但现在华为变成第一了 最近出了来 华为变成第一了 所以国家在科技的头日 真是翻天覆地 这样改变整个国家的将来的发展 第二点就是经济增长 百分之七的经济增长 每一年的老百姓的收入 在最近几年一直都是百分之七的增长 每一年都是平均百分之七的增长 不是一个人 就是这么多人 所以他财富增加得快 中产阶级就上来 消费一直在增加 因为他消费增加 所以他需要很多 所以给香港一个很大的机会 如果我们赢的说话 我们由产品这个做这个 哇 市场这么大 有很多生意去做的 所以在今时今刻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香港人去办 英文说法 We are lucky 有这样的大市场 我们可以去追求 只要自己能够 努力努力 装备自己 装备自己 最好装备自己的办法 向亭峰学习就行了 他又跟我说过 他说他会用一切力量 帮助香港年轻人 会的 你会的 是的 是的 会的 是 好 好 很感谢你 应该的 我听到也非常感动 有这样的 一定尽力 一定尽力 有这样的决心 以及有这样的成就 在这么年轻的时候 祝贺你 以及希望你越做越好 谢谢 希望我们一起 香港越做越好 香港越做越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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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刚才所说的 就是 你们的想法 快点交来给我 我们 和后面 那么多基金的 panel 会开始 在我们的想法 当我们认为 有一个想法 真的可行的时候 我们会把那个想法 变成一个产品 而我是会由头到尾 去 involve 在这件事里 大家常常都说 诶 鬼不知 大陆市场 带什么 怎么进入 我会把这个产品 放进我的节目 我刚开了阿里巴巴的 天猫旗舰店 我会放进海的旗舰店 我做到的 我们都会做 所以 它是有机会变成一个 成功的生意 OK 所以 一步一步 一个梦想一个产品 我们将它实现 多谢你们 董先生真是 董先生真是很有智慧 你观人于眉 你真是知道 他其实 八卦 他的好奇真是很厉害 我可以很快地分享一下 我们其实每一天 在一起的时候 通常我们吃完饭 晚上喝 因为其实我们住在隔壁 我们是邻居 我们那层楼 两间屋就打开 那我煮了什么 试吧 我们每一夜 每一晚 我们都吃完饭 下去喝杯 然后聊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去看看我们如何搞风味 或者是有什么时代的改变 我们要追上去 说得好听一点 就是聊一下我们的事 实际上很多时候 他就会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 是吗 他就会问 喂 其实呢 譬如他会问我 Tencent 买了Supercell 那个不算很奇怪 有些再奇怪一点的问题 Anyway 我都不会有答案的 那我通常做什么呢 我就拿个电话出来 开 Google 其实我现在很快的了 我已经是 因为要满足他的好奇心 所以我就会做这件事 但 那好了 平时就是你问我的东西 是的 那今天这里有很多人 可能都想问一下你的东西 那我先开始 好 我问几个问题 是 你说就说得很容易 你叫谢霆锋 是 那你其实觉得 是不是因为你是谢霆锋 所有的东西就这么容易 那我们其他的年轻人如何 当然不是 他们不是谢霆锋 当然不是 可以这么说 我相信也因为我叫做谢霆锋 所以可能 我得到的attention 我得到的attention 可能会多一点 但是这件事 可以不好 或者可以好的 It's how you treat it 我想大家今天已经忘记了 完全忘记了 谢霆锋是怎么出道的 我是被人heard出道的 你们忘记了了 你们忘记了我16岁入行 是一个掌声都没有 我咬着牙筋 唱完那首歌 每次我下台 都是我的经理人哭 在旁边就这样忍住 一直流眼泪 我就一个人 自己走回后台 不是一年 不是一次 16 17 18 19 去到19尾 我才开始得到 你们第一个掌声 那我做了些什么 But That's life 你要坚持 你想不想 你想不想成功 你想 不要只是说你想 做你想 做出来 所以你说那个问题 I guess 但是我怎样将 因为我是谢霆锋的attention 这个先天的attention 化为 一个 自己的leverage 有理有弊的 其实 所以 尤其是现在 这个时代 我用娱乐圈 作为一个例子 你要红 我相信 比以前 异得多了 因为平台多了 机会多了 你有自媒体 你有新媒体 Excuse me 你脱着褲子 跑过一圈 我相信你 今晚一定想上头版 不过 你会红多久 所以当你想到一个方法 去令自己 outstand from the crowd 你突出了自己之后 你怎样停留在这里 That's the question 好 第二个问题 那些人经常问我 我身边的朋友 知道我和他们是partners 他们经常说 喂 他真的会煮饭 Andyquark这些 就经常问过我 真的能吃的吗 是吗 到今时今日 我们最近在上海 我们拍摄我们的show的时候 很多真的来参加 我们的比赛 参赛的人 依然是很驚訝 原来他们真的懂得煮的 OK 煮饭 现在你懂了 但是其实你这么多界别 又唱歌 又演戏 我怎么都 假假的 都是世界唯一一个米子连 未开餐厅 但是扮穆语的人 那你又米子连之友 你又应该 我也看报纸的 好像你应该是暂时香港电影金像奖 唯一一个三满冠 就是最佳新人 最佳男配角 和最佳男主角 音乐的奖 你又拿完了 慢慢爬 为什么你可以跨到这么多的界别呢 跨界 为什么我跨不到呢 跨界 那是困难的 跨界是因为我真的很八卦 因为我真的有一个很奇怪的好奇心 而且我又不喜欢知道自己有东西做不到 所以我要做音乐 我要做到至少要怎么怎么 我要做电影呢 我又要做到 我可以令到所有人都觉得 英俊 好棒 所以我相信 跨界最基本的一个条件 就是你的决心 因为你要跨界的话 你首先不要以为 我试一试水 我试过了 走 不行的 我试 我是笨身地试 我由音乐去拍电影 我一句话 我要所有的危险动作 都是我自己做的 我断过几多条骨 我不跟你们讲 我被我老板 我妈骂过我几多次 我在会展顶 就exactly这里的上面 跨过来和成龙大哥 跨过几多次 先拍那两秒的片段 我不跟你们讲 但是你要跨界 你要尝试 你就真的要躺身去尝试 不是 哎呀 老板骂我 我走了 对面放假放多两天 我走了 对面多给两千元的工资 我走了 你要坚持 我达完那不知多少年 终于有少少成绩 大家说 行了 给他自己来吧 尤其是在电影的危险动作 因为你不仅是在危害自己 你做得不好 你会弄死别人的 所以你真的要练 我有练的 去到煮饭 谁一生出来 会做不同的东西 你要练 你要练 我们第一年拍摄 十二度风味的时候 又没有钱 又没有经验 我们前一阵 就是因为我爱杰凌峰 都被人拿回一条 这个Beef Wellington的视频 出来笑的 没有钱 没有经验 我都不知道 原来 大家只准备了一条牛舌 剪完之后 灯光莫迷 不够漂亮的 再来过 再来过 剪了 切了 无论 无论 那不就学吧 不要紧要的 不要紧要的 但是不要怕 不要怕新尝试 不要怕被人笑 不是看以前 是看以后 进步就可以了 时间关系 再问最后一题 每一天 你的Facebook 都有人问这个问题 开了微博之后 微博又是问这个问题 谢霆锋 你什么时候开演唱会 确实 我刚才也说了 我每一次做一个新尝试 我真的希望自己专心地去做 其实我刚才说的三大 我自己的范围 我还有一个商业的范围 我希望专心去做好 我现在的风味 我现在的这个节目 因为很多人给了很多机会 我们 好了 我估计今天应该都算是一个美声了 在这个时候 不如我们请董先生上来 我们做一些大合照 做一些standard要做的事 谢谢 谢谢 这个时候不如我们也请杨先生 容小姐 容小姐 容小姐很支持我们参照 你这么支持她 不能不上台的 谢谢你 谢谢你 Eva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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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拾 等一下 前面拍完之后到后面拍 好 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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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不分先 是我们这个计划的协办团体 首先是香港科学员 香港数码港 香港X科技创业平台 阿里巴巴创业基金 浩冠 启迪环球 新丰天域 和原创坊 谢谢你们的支持 太好了 Daryl上来 我是不是可以加上信和呢 你 俺自己也看上去 可以加上 感觉 我 做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